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遵循时间的规则 迈入成年的世界 我们七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梦想 再次相见的时候 大家都变成了更棒的人 现在的未来的城城更重要 最近好吗 我是张真元 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有没有想我呀 在闭关准备高课的同事 多了很多时间独处 除了不停的学习知识呢 我也留出了一点点的时间和自己对话 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可以做出怎样更厉害的突破呢 在这样关键而重要的一年 还是挺开心能有这种机会 去思考 去整理 去规划 然后朝着更好更明晰的未来做出努力 遵循时间的规则 迈入成年的世界 想象也挺激动的 但是至于细节一点的计划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想考驾照 开车兜风 自由自在 然后其他的愿望呢 就以后慢慢说给你们听吧 当然 我还是非常地想念舞台 就是想念和兄弟们在练习室里一起训练 一起流汗 一起完成一个又一个作品的日子 不过我也知道 分别不会太久 此时此刻 我们七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梦想 无论是高考 会考 还是中考 还是人生当中的其他考试 我们一定都会顺利度过 再次相见的时候呢 大家都变成了更棒的人 所以希望听我读这封信的你们 也越来越好 说实话 在重新的日子真的 有种说不出来的 把死感 就是把生活中调节成 高考生模式的我吧 每天按时起床 吃早餐 备课问 做题 改错 复习知识点 安排得满满荡荡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 就会用一桌子的菜 来缓解我的疲劳 吃得好 睡得香 大家不用担心我 读完这封信呢 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 不能和大家见面 不过我们 约定好了 等毕关结束 张真元 还是会一直唱歌给大家听 现在的未来的成长更重要 晚安 再见